小女孩让我们给他画一幅画 上次我们真的给他画了一幅 这次呢我们尝试一下画一个相似 但不是的样子 看他能不能接受 同样是橘色的头发 如果我画《一婚》里面的神月 我觉得他大概率也是能接受的 好 画好了 神月的表情就像我内心的想法一样 把画交给小女孩 好的 成功了 允许我们通过这里 果然是没有看出来 开始大干一场了 先捡垃圾 好爷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张纸 诶 这也有一个 又来一张 用紙的需求基本上是解决了 现在我们可以画贴纸了 交给星星以后呢 防毒老头可以帮助我们修理好大坑 我们主要去左边的朋克宝那边 找人修理调色机器 我们画了一个拆 反正他是要贴上墙的 等会可以看看上墙的效果 来到这边呢 星星又想要一个叛逆的海豹 那上次我们画的一个GTA 这次我们画个小丑 好的画好了 能表现出充足的叛逆精神吧 我们把画好的小丑 交给星星 看他怎么评价呀 完美 然后把他身上的七十块钱都拿走了 你是老贵族的女儿 就这点钱我咋不信呢 海豹和贴纸的效果出来了 还是小丑足够的帅呀 大一是觉得阿渝画一个 四句旗子 我想了两年半了 终于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它是由灰黑白组成的旗子 其中呢白色组成了字母歪 它象征着在黑暗中潜行的人呢 只要心中有希望 总有不同的路能走出困境 这面旗子背后的含义呢 就是一种极其乐观的象征 好我编不下去了 升旗仪式开始 看看大家对正面旗子的评价 小黑都说好啊 这是个帅气的旗子 钓鱼大叔说 这玩意是用来吓跑海盗的嘛 好家伙 看来我们第一次画草帽旗子的时候呢 是误解他了 他根本看不懂这面旗子 小黑在石头上画画呢 问候一下 他说星星不喜欢他 但是他给星星做了礼物 让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天才的超级朋克 看看他的礼物是什么呀 一个朴实的剪笔花 删起了我们小时候表达喜欢的样子 心里等着 保重送达 好把小黑的礼物送给他 我感觉大概率对方不领情啊 果然 他说小黑完全不是朋克的料 我怎么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吃瓜呢 我现在有440差60才能修理机器啊 我就在这里简单的改一张画吧 顺手卖掉看看 把保罗的素描大变 改成洒谷金克拉的田园 这里的麦子又高又大 用蓝黄白为主色调这样就简洁很多呀 没有那么多其他颜色 正好在人群中卖掉 那最后呢 我们试了一圈 油菜大哥出价最高 果断买给他呀 原来这个地方呢叫自由港 那这片区域收到底呢 油菜最有钱了 给了817成交了 这些钱呢 修完机机以后还是有剩余的 找到擅长维修改造的工程师闪闪 500块钱呢 修理好调色机器 然后呢 我们在他这里还可以买到其他的调色配方 一口气把需要的全部买掉 剩下的钱还可以让方舟老头修理强生的架子 最后我们还剩50块钱了 钱是可以再赚的嘛 前提是把赚钱的工具给升机准备好 那接下来就简单很多了 五个配方全部放进调色器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最后解锁了很多的画板 夏日风格 黑白风格 秋天风格 罗马风格 肤色风格 哎 有了颜料呢 现在我们画什么都可以了 那我们就画一张这个吧 大家可以猜猜这个是什么角色 我们的目标 好的话好了 他叫银郎 我们看看他最高能卖出多少钱啊 先来自由港这边 全体人员向我看齐 356 229 还有人觉得无聊 保罗给了1500 所以说来这边呢 只问邮差就完事了 来到小镇青年这边 看他们三个出价多少啊 208 1823 小高给了1600 所以说下次这边呢 看小哥的价格就完事了 放在桥这边 看看四驱阿鱼给多少 1200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回来了 念念不忘本杰明和我的房主老头啊 我的榜一大哥们 我来了 房主老头全场最高3000 我甚至怀疑他是个老爱吃员 本金饼给了1300 还得是我的房主老头啊 来放在门口 给你一对于服务 你开个价不直接卖了 3035 比刚刚少了10块钱 无所谓了 成交了 魔道不 砍财工 有了画笔和饮料 再赚大钱 那就是小意思了 OK 忙了一天回家休息了 今天也算是大赚了一波啊